SK不清吞怒 摔森園 墨鏡 東野歸無 落魄的巨星 多換書 不要打輸了 欸 就是雖然 就是一個 你的腦子這樣 雖然呢那個 我從部落客晉升到女作家 但是我 我還是保有我的純樸 那既然 純樸人寫出來的東西想必就是不會太差啦 而且現在已經第二刷了 那那種這兩個月之內沒有買書人就不要跟我講話 因為我覺得像 那那天簽證會前一天的時候還有人在路上問我說 欸 表情簽證會什麼時候 我說明天 然後像這種人就不要跟我講話了好嗎 那這本書 是要帶給 因為社會上非常多痛苦 像最近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那 雖然我本身是不會醫療身體 這種那麼高深的事情 那醫療心靈這方面呢 就是我還可以貢獻上一點功勞 那如果說你生活當中 遇到一些不順順的事情 譬如說老闆你自己本來不同事你靠腰 或是男朋友怎麼樣之類的 那這本書就是你小小的港口 你把它放在廁所裡面 大便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那 因為我朋友呢剛好就是最近在做資源回收 他說收到最多的那個資源回收書 叫JK羅尼的哈利波特 既然哈利波特都被回收的話 那我只求你們就是 在五個過年的大少數的時候 不要把我書丟掉 我連過後你就可以把它丟掉 好不好 這五年我希望可以帶給你快樂 謝謝